留言当头,我是文杰 自由高壮,我是洪耀 来到我们今天的20号,9月20号,星期三的 然后今天我们就有洪耀在这边 由我们两位来当主持的 尤其是新闻的部分 那我们首先呢,就进入这个国际新闻的 我们昨天呢,就看到了有关于在菲律宾呢 因为有群众就是示威反暴政的 然后菲律宾的这个总统呢 就宣布全国首长就抗议反制 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个事情 所以呢,菲律宾呢,在多个民间组织呢 就是指控总统,就是独特地啦 就是在少读过程呢,就是有沙斯 然后独裁的这个状况的 所以呢,就准备了,就是在这个星期呢 发起了所谓的大规模思维 在另外一方面的独特地就一不做就二不休啦 他就宣布星期四为全国的思维日 所以呢,所有的政府机构啊 学校等等的都得停课还有休息的 更扬言就是要带领所有的公务人员呢 就是抗议低薪的事情的 是,我想这个独特地呢 这样辞举的最重要的问题 可能是要分散那个焦点 就是他说啊,让我们一起向政府示威吧 都不用上班 就是所有人不管有什么诉求 我们都示威 各个群体都有自己的不满 似乎哦,这个 本来这个要抗议他这个残暴的行为 这个焦点就会分散掉了 嗯,因为早前呢就是因为在这个 少读过程的独特地的手法是非常残暴的 就是只要有涉及到吸毒或是带毒品 或是等等这样的事情的话 都直接杀掉这样子 他的意思是这样哦 而且是没有情面可以说的 所以这方面呢,人权组织呢 这方面他们是不可以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人权嘛 对 如果每个人都因为就犯了一些法 就直接杀掉的话 那人权可言啊 如果有犯法的话 为什么不可以进行一些法律的诉讼呢 然后进行一些 可能是坐牢等等的这样的所谓的刑法嘛 是,是 所以在星期四的时候呢 菲律宾 就是因为已经是 顾前的这个独裁总统就是马克斯 宣布戒严45周年 然后在学术界 宗教界 后来有这个人权组织 还有这些左翼的团体 也发起了所谓的 像报证说 不运动的这个计划呢 当天呢 就是在马尼达国父里 这个沙基年公园里面举行的 然后这个运动会呢 负责人也有说到哦 杜特蒂呢 其实是想反制他们的示威 所以呢 就在这个时候啦 就做了所谓的这个 全国休假抗议反制的活动 所以事情会怎么样呢 可能我们明天就知道了 对 那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则的新闻 就是这个昂山苏芝呢 他在这个缅甸的时候 他就否认啊 他们有种族清洗这个罗欣亚 并且是说呢 其实所有的指控呢 都是不实的 他是严格的这个严厉的要求 国际组织提出相关的证据 对 他在这一个演讲中的 大概有30分钟 他就形容就是若开胖 若开胖的这个事情呢 都没有一个真相也没有 也不清楚嘛 甚至他自己也不清楚 其实在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说就是当地出现了 所谓的这些持有 这些武装的分子哦 各方都需要一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然后昂山苏姬又说到 因为等等种族的这个福利措施啊 还有这个邦内的所有人 或者是这些还没有受到任何冲突 影响入常生活的这些人呢 都暗示着就是传媒 还有这些这些报道呢 都有夸大的事实之嫌的 所以他说到 这些事情都不是事实 然后没有证据 为什么这样子说我们呢 这是不合理的 对 而且昂山素质呢 甚至还非常的坦然的说 如果你们不相信 我们邀请国际的观察员 亲身到这个现场 不过呢 即便是这个昂山素质 一直说是没有 但是西方的多国一直都是认为说 缅甸军其实在执行 这个种族侵袭的任务的 他们最大的质疑就是认为说 昂山素质是不是在纵容军队行凶 更在这个结果之后呢 甚至有很多这个人权组织 是说要扬言要剥夺这个昂山素质 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这个奖项的 嗯对 因为曾经有拿过了所谓的这个民权象征 所以让这些人士呢 其实都感到非常失望的 因为毕竟这个事情呢 也让到很多这些罗欣亚人都到处逃亡 甚至到了孟加拉 然后有些也逃到了马来西亚 甚至其实我们国家纳吉也是说 要想去处理这方面的罗欣亚人 所以也问了这个特朗普的意见 等等的 这些事情要该怎么解决呢 可能我们之后可以再留意这方面的一个新闻 然后我们再说到这个朝鲜的问题 嗯 因为最近有一个联合国会议 就是朝鲜外交部长就是李洪耀在星期二的时候呢 就从这个平壤机场就出发 到经过了北京 然后转机到了纽约去出席所谓的联合国大会 所以呢 李永浩呢 就在这个联大上面呢 就发言了就是预料他将会强调就是朝鲜 开发这个核武的正当性 核谋求让朝鲜成为拥有核的国家的地位 那近期呢 朝鲜就因为进行第六次的核试报 以及多次谈到导弹试射呢 就通过这个安理会呢 就通过对朝鲜的制裁的对决 所以说呢 这个朝鲜此次想必是想要合理化 跟正当化自己拥有核的这个处境 嗯 其实有关于这个事情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呢 在纽约和这个俄罗斯外交部长这个拉夫罗夫呢 在会面的时候有重申就是说到 关于朝鲜半岛核问题 其实必须要经过这个沟通 还有和平的方式去解决的 不然的话 他们觉得这个问题会越陷越深的 进入这个越陷越深的这个恶性循环里面 因为毕竟这一次他也发射了就是第六次 然后之前呢 其实是连续发射了这个弹导弹的 这个事情呢 让到这个尤其是在美国还有中国这方面呢 他们也不晓得他这样做 然后美国这方面呢 就是尝试就是要 呃 就是抵制这个朝鲜 但是得不到中国的 呃 这个帮忙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中国 呃 在抵制这个朝鲜的 但是在中国这方面呢 却没有任何的动作 他除了就是在石油上 呃 控制一点 但是不是所有 这个问题呢 导致呃没有一个解决的一个要点了 所以呃 在另外一方面呢 其实韩国总统文在也在星期一的时候呢 也到达了纽约 他去会晤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就是古特雷斯 双方就合作去去解决有关于朝鲜半岛的问题 然后也交换了一些意见 是我想这个韩国应该是最紧张的这个核四包 因为毕竟两个人的历史源源 如果开战起来可能韩国就首当其冲啊 但是呃 虽然说这个中美的关系 但不知道对朝鲜是不是有一些暧昧 但是特朗普他单方面就形容呢 他跟习近平总统这个呃 主席沟通过后 两人都达成一个共识 要承诺向朝鲜施以最大的压力 而且要让他严厉的实行这个联合国的议案 对啊 但是呃 其实特朗普和这个中国国家习近平也谈了很多次 但是在中国这方面 其实也没有所谓的就是一定的行动 或者是很确实的一个明确的行动去抵制这个朝鲜 这个问题呢 他们会不会有会不会有一个呃 方案出来呢 这个还是探讨中的一个问题 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对 然后呢 所以呢 特朗普呢 也有呃就是说朝鲜是火箭人呢 以自杀的方式进行所谓的飞弹计划 如果有需要的话 他说会全面摧毁朝鲜的 因为朝鲜的问题导致了就还有这个恐怖主义的威胁 到了这个第72届的联国大会 在星期二的时候完结就羡慕了 这是特朗普也是第一次在会中呢 就是向193个成员国代表发言这项的问题的 是那特朗普其实在这个出席联合国发言前数小时呢 他就在推特上非常兴奋的讲这是联合国的大日子有很多美好的事情 部分奇妙的事情也发生 想必这是他担任美国总统来第一次看见他觉得非常新鲜的事情 对啊 其实在这个事情上面呢 他也蛮兴奋的 可以看得出 他可能在第一次参加了这样的一个这样大的一个会议 他蛮兴奋的 因为另外一方面呢 他也和这个法国 法国这个总统啊 就是马克龙 出席了这个 因为在7月份的时候呢 他就获得去出席这个法国国庆的这个阅兵仪式 然后呢 他这个印象呢 让特朗普非常的难忘的 因为他说这整个过程呢 很多飞机飞过 然后展示这个军力非常的厉害 壮观等等的 所以他说 我也想试试看 看我不可以搬到 比你们更出色这样的一些话 所以他估计呢 就是可能今年就会举行了 所以他说我们肯定会动起来的 是 有点像刘姥姥出花园 看什么事情都非常的新鲜 但是这个行为举动呢 其实是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的 因为有一些人就批评啊 特朗普这样子一种行为 这种崇尚军事展秀力量的行为呢 其实是一种军国主义的这种 呃 主义在蔓延啊 是一个不好的一种行为 会不会是说 我第一次当总统 你就让我尝试一下阅兵仪式是怎么样子啊 因为毕竟阅兵仪式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活动 就很多军队 甚至一些 坦克车 飞机飞过一些 你看美国的这个军事 这个军力那么强 展示给人家看有什么不可以的 对不对 所以同时候就是展现他的军事肌肉 对 同时候我觉得可以威胁到朝鲜啊 嗯 我觉得他同时候想要 呃就是 呃压一下朝鲜的这个士气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他不会那么做了 对 OK 那我们再说到另外一方面 就是在美国呢 依然还是坚持退出这个气候协定的 因为有关于这方面呢 其实呃在特朗普这方面他是觉得不公平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美国每一年都要贡献 贡献就是75%的费用之外呢 再一个就是 对就是各国的减排要求都有区别 会造成美国失去了所谓的竞争力 所以他才坚持要退出呃这个巴黎协定的 是的 其实美国这个特朗普总统实行这个保护主义啊 已经是大家众手周知的 不仅是这个巴黎气候这个协议 其实他在很多的贸易之上呢 也是要求啊 重新的谈判 比如说这个NAFTA 还有跟墨西哥的一些边界的关系 他也是不停的再去呃 想要重新重启这个谈判 力求要让美国得到最大的利益 是这样子 对啊 这是也是他的风格啊 就是美国有美国人优先等等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呃 针对美国政府的这个立场呢 都反反复复的 所以呢呃 然后中这个中国新华社有分析 就是说特朗普政府就是有关于气候变化的立场呢 并没有人发生任何的改变 所谓的就是白宫发出了所谓的矛盾信号的说法呢 更是就是好心的或者是误读 或者是误判的一个说法而已 所以呢 特朗普他所谓的公平的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让这些排放呃 这些碳排放比较大的国家 例如中国也要大力的就是减排 不然的话 因为因为在美国已经在减排了 但是在中国这方面 他没有在减了 他还是那么多 就是他这个排放量还是那么大 然后第二方面呢 就是停止就是资助就是联合国 就是对于气候的变化 这个项目也是对他非常不公平的 所以呢 这方面呢 可能要去好好谈妥 如果你想美国不要推出的话 可能这方面他们要非常大的一个修改 或者是整合的 让美国觉得公平还是怎么样的 不然的话 他肯定是退出了 所以呢 要怎么去达到特朗普口中的公平呢 可能就要让他们自己这样去决定 衡量有关这方面的事情 好吗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